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进一步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扶持办法交流推荐活动 今天举行 该政策是对2017版总部经济政策的优化升级 因此又被称为总部政策2.0 相关部门现场进行政策亮点解读和申报指引 总部政策2.0涵盖落户经营发展产业用房 固定资产投资 提升能级 并购重组 对外投资 政府服务等八大措施 相比2017版总部经济政策扶持力度更大 如落户奖从原来的最高2000万元提升至最高3000万元 奖励范围也更广 如新设最高500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奖 最高500万元的并购重组奖等 以旧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加强这个衔接 确保这个原来没有兑现的这些政策的项目 可以在后续可以得到一个延续的一个兑现 企业贡献的越多 我们的奖励力度也就越大 希望能够企业能够加大这个在南沙的投资的力度 做大这个规模 企业申请认定为南沙区总部型企业后 满足相应条件 即可申领相应的资金奖补 此外 总部政策2.0还将为总部型企业提供市场拓展 场景对接 人才引进等服务 并在南沙人才卡 人才住房 交通出行等方面 给予便利支持 企业还能在总部政策2.0的基础上 叠加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南沙其他部门出台的优惠政策 目前我们享受到了企业所得税的减免 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当然还有一些金银贡献奖 还有就是骨干人才奖 2.0肯定比1.0是要确实提升了很多 接下来我们继续会加大在南沙的一个投入 因为我们是今年2月份刚刚在南沙落地的 其实之前有做过一些对比 就南沙的这一个总部的优惠政策 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且我们也相信就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能够能够达标 南沙区2023年度总部型企业认定 与奖励申报通道已于8月30号正式开启 企业可登陆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查阅政策与申报奖励